大家好,今天用鲈鱼分享一道美食 准备一道清洗干淀的鲈鱼 打上花刀,方便入味 这样就可以了 把鱼腌制一下 加入葱姜 少许的料酒去腥 加入适量的盐 然后均匀地抹在鱼身上 然后将葱姜塞到鱼肚子里面 腌制10分钟 让鱼更入味 分姜切成丁 准备适量的大蒜切成丁 三个小米椒切成圈 腌好了,把鱼身上水分擦干 现在来分享鲜鱼不斩锅补破皮的技巧 首先把锅烧至足够热 锅烧热倒入适量的油 把锅的四周滤上油 这一步的目的是让锅吃油 烧至油微微冒烟 倒出碰油 锅中加少许的油 盐锅边也撒上食盐 这样煎出的鱼才不粘 下入鱼鱼 把鱼煎至定型 然后翻一面 把鱼煎至两面金黄 看一下这样煎出来的鱼不粘锅 不瘦皮 好了,倒出控油 锅中加少许的油烧热 油热后倒入葱姜蒜小米椒炒香 炒香后下入豆瓣酱 炒出红油 炒出红油后加入适量的水 加入葱姜蒜小米 加入老抽调色 加入白糖 少许的橙醋 加点料酒去腥 然后下入鲈鱼 烧开后改为小火 烧至十分钟 把鲈鱼烧入味 烧的过程中把汤汁浇在鱼身上 让鱼更入味 好了大火收鸡 然后把鱼捞出来 锅中加入适量的水淀粉勾芡 把汤汁勾至浓稠 好了将汤汁浇在鱼身上 美味的红烧鱼就做好了 鱼肉鲜香滑嫩无腥味 好吃又下饭 喜欢的鱼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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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